大家好,我叫李星薇 今天我分享的话题是把握属于我们的资源和机会 因为其实虽然还是一个大学生 但是我觉得我们仍然有非常多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机会 去不断地提升自己 我们首先以一堆制造问题开始 真的是路人疑问区 比如说是学计算机的女生 在美国不知名文理学员学习 然后全校100多个国际生 只有15个中国人 提前毕业 还参加一些乱七八糟毫不相关的活动 我觉得对 就是怎么看都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缺点 就是这样一条一条一条 到底能干嘛 对今天就是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事情在我的经历里面到底能干嘛 首先学计算机的女生 然后就是做一个学计算机的女生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团体 所以对应来说我们也拥有更多 就是说让我们去学习去进步的机会 也给了我们一个更加紧密的团体 因为大家就是关系会更加紧密 也因为这个这个集体的就是说 包容性和不断的就是说想要进一步发展的这种心态 大家反而会更加愿意就是说帮助彼此 然后分享彼此资源 我自己其实在我的大学来说作为学计算机的女生 其实根本不算特别 虽然说在外面感觉就是说是非常小众的一部分 但是在我们学校学计算机的女生 尤其在我们这一届是多余男生的 所以是其实是蛮神奇的一件事情 我也挺为我们自豪的 像上学期我去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计算机 区域内的计算机比赛 整个比赛可能有一百多号人 然后整个会场只有除了我们学校的只有两个女生 整个就是那么大的一个会议厅只有两个女生 当时就觉得太害怕了 对因为我们学校是完全派出了就是三个全女生的队伍的 所以其实当时看到就剩下所有的人里面 只有两个女生还是参杂在男生的队伍里面的时候 当时确实是因为不在学 出了学校就会发现外面这个比例不均衡 其实非常严重的 然后有的时候参加很多就是科技类的活动 或者说是这种比赛都会特别明显能看到 这种性别的差异 就是比例相差的非常的大 虽然说这个看起来是一个缺点 但是我觉得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我们更加紧密的关系 和更多能够彼此相互帮助发展的空间 然后主要介绍一些我所了解的提供给女性 在校学生或者说 因为其中有些也是包括就是说职场女性的 有些是专门针对说上大学生大一大二 或者是更年轻的一些想要去学习计算机的同学来提供的 第一个就是Women Techmakers 那么也是我们今天这次邀请我来这个活动的 这样一个就是主题的社区 它发起的 它有很多的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社区活动 它会提供给很多的机会 只要你是在做和计算机相关的工作 还是说你在学习计算机 只要你有任何一个就是领域的相关性 我们都欢迎你的加入 如果说你现在还不是我们的议员 但是你想要就是说加入我们的话 你只需要到官网去填一个申请 然后如果申请通过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议员了 Google I.O.我觉得是一个福利项目吧 算是因为去年我其实在加入Women Techmakers很久之后 Google I.O.算是我拿到的第一个最大的福利 就是它每年它会有邀请票 给它的就是这些所有社区里面的 这些成员 所以说如果你非常感兴趣Google I.O. 然后想要清零现场的话 今年因为疫情原因 所以我们取消了非常的难过 但是我们后面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 Google I.O.对我来说 要不是Women Techmakers给我这次机会的话 我其实不知道我会不会有机会 就是去这个活动 因为去了之后感觉就是说 给我本身的影响带来还是挺大的 就如果说我之前学计算机纯粹就是出于一些利益考虑 就是好找工作啊好赚钱啊 就是这些还有实用性非常强这些方面考虑 那么Google I.O.算是给了我一个机会 让我去认识到就是学计算机之后 还可以搞这么多好玩的事情 还可以这么的有用 就是觉得它不仅是说做一个学习的工具 它是真的在一点一滴的深入我们的生活 然后改变着我们的世界 然后也是通过上次在Google I.O.的这次机会 让我了解到非常多艺术和计算机相结合的一些领域 然后也让我后面就是说 因为我本身是虽然是计算机专业 但是我俯修是音乐 同时我还对很多的艺术形式都很感兴趣 在那之前我其实没有意识到两者可以有多深的关联 但是他们就是给了我非常多这种例子 活生生的例子来证明就是 就是他们的发展空间很大 而且也很有前途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第三个就是他们会有年度奖学金项目 这个是在我们亚太地区 就是说来中国上学 还是在美国上学 你都有机会申请 一般如果你如果是美国 在美国上学的话 这个奖学金开始的会比较早 你必须要在12月5号之前就申请掉 但是如果你在中国上学的话 像最近四月多份他们才开始申请 所以说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去申请 我觉得就是他不需要特别准备什么 就是尽量让自己有一些 比如说最好研究项目 或者是比赛经历能够就是作为很好的 让他申请审核的一个材料 像很多谷歌的编程比赛 Cold Jam 类似的这种 可以大家可以多去参加 一般的话你只需要提交 就是你个人的简历 写出你的情况 参赛经历 然后需要推荐性 基本上就是这些 所以说 大家如果敢 就是怎么说 我能通过接收邮件 就找一些最新的 关于科技领域的一些 这些事情啊 活动啊之类的 所以就感觉还是蛮好的 最后一个是slack交流社区 就是你会有机会 他们会邀请你进入 这个社区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 就是和别的在 就是科技领域工作的 像我的话 我申请的时候 因为我是大学生 所以我被分到的 其实是early career 就是在职场的早期的 那么在里面的话 会有很多 woman tech makers的工作人员 也会有很多 就是跟你在同一个阶段的 大家可以相互助的成员 你可以在上面用理应 跟大家connect 然后也可以在上面发布 自己最新的活动 比如说你创造了一个项目 你想请大家来支持你 或者说你有一个活动 比如说今天我有个讲座 我也可以分享上去 就有点像GDG 我们的微信群一样 我们平常有什么事情 也会就是在上面发 或者有事情更新 然后也会请大家来支持 或者是转发公众号文 其实更像是一个 国际版的微信群 这样一个功能 然后Antinaborg 它就是一个 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组织了吧 然后呢 他们每年会 在9月底到10月初 那个时间 几天时间 他们会有一个 Groos Huber Celebration 他会邀请全世界 全世界最棒的 这样一些 女性科技工作者们 做一些分享和交流 你也有机会认识很多 去认识到很多 跟你一样的小伙伴们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 就是抢票的 手给快 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当然如果你是 什么嘉宾啊之类的 那肯定就更好了 然后他们也是像 Women Techmakers一样 是有自己的奖学金的 然后你也可以申请 他们最近的奖学金截止 应该是三月多分 所以然后他会需要 你要写推荐信啊 然后有一些小作文 所以就跟 WTM的奖学金一样 就是不需要特别准备 但是需要平时多积累 多参加比赛 让你自己的简历 有东西可写 他除此除了奖学金以外呢 他最近因为疫情 开了很多新的线上的活动 然后线上的话题 也有很多种类型 不只局限于 就是说女性科技工作者 或者说类似的 他题和内容 其实还是蛮多样的 就比如说从一些职场的tips 一直到创业 还有一些 就是各种各种方面的分享 他们都会有 因为他改成线上了之后 所以其实给了大众 更多的机会去接触他们吧 不然的话平常 其实如果在线下的话 比如说很多活动 你需要去亲自到场 像我这种 就是我所在学校的地方 它不是大城市 所以其实很难去参加很多 比如说像他们在纽约 或者说是在 旧金山洛杉矶 这种大城市的一些集会 所以其实 这次疫情反而给了我 更多机会 在线上接触到 非常非常多优秀的人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工作机会的话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 从woman who code 和tech ladies 这两个组织 这两个其实跟 woman tech makers 是有一点像的 就是你需要去申请 成为他们的成员 然后呢 tech ladies 它自己是有一些不同级别的 然后呢 如果你就是升级会员之后呢 它是可以就是帮你接触到 更多的内推资源和 让你认识到更多优秀的人 一个机会的 woman who code 去年我也是在 就是他们给了我 也是邀请我去了Google I.O. 然后他们会有很多的 就是说找post 就是如果有职场 职位更新 他们会很快地放出来 如果你通过这两个组织 去找工作 或者提交你的简历的话 其实就相当于 你被另外 就是另外一种内推 大家都同时交了申请 但如果你通过他们的话 你就是相当于 更有机会去 拿到面试 或者说是过第一轮 这样子 他们也是会蛮注重 就是说 你如果是这个地方的成员的话 说明你的质量会更高 就会有这些priority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都可以去他们的官网 看一看去做申请 对 剩下一些就是一些 我知道的 各种各样的一些项目 Microsoft Students Partner Program 它是这样微软的一个 算是学生领导力的 这样一个项目吧 然后 它 好像是一直能申请 然后年度制的这种 这也是我最近通过 我在理音上的 就是Connection 知道的 City Early ID Leadership Program 和 Women's Leadership Camp 可高盛的 就是这两个是 咨询公司 还有银行的 他们这两个 针对 大学生的 好像City Early ID 是只针对 大一和大二的学生 这两个虽然不是说 计算机专门的项目 但是他们也算是 专门提供给 女性学习者的 这样一种 福利项目吧 因为如果你要是 同事也对商业 或者是其他这方面 感兴趣的话 去参加是一定不会错的 Women in Technology Forbes 30 and 30 和 MWC世界通讯大 都是我认为 是有很多资源和机会的 然后也有兴趣去认识到 更多非常优秀的人 当时在MWC世界通讯大会 有这样一个专门提供给 女性科技工作者的 也是这样一个短的 一个交流会 我在那里就是 有机会跟很多很多的 这种已经在职场的 非常优秀的创业者们 工作者 IT啊 就是各个部门的人 他们都有这样子 这样子一个沟通和交流 大家也后面就是 交换级的联系方式啊 领音啊 或者是邮件这样子 后面也就是 断断续续的 会关注大家的动态 我觉得 有机会去认识 非常优秀的人 并和他们有交流 是我对我来说 就是 可以促使我很快 进步的一个方法吧 然后呢 在美国不知名文理学院学习 教育质量高 人均分配资源多 竞争力比较小 个人提升空间大 然后对资源比较的垄断 最重要的一点还是 就是 就学校钱会比较多 所以我就来了 对 就这么实在的原因 当然他给的就是说 相对来说 项目也很多 人少 人均分配资源多 竞争力也小 像我们计算机部门的话 可能 就是一个部门是 比如说40个人 但他们每学期的 这种做研究的机会 可能有十几个 所以我其实 只用PK在另外两个人 我就可以 就拿到我的机会 所以说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学校 我希望你就是去 发掘自己学校的优点 看自己需要擅长什么 是非常有名的大学校 那就要利用你的名 利用学校的名声 去做些什么 如果学校不是很有名的话 那学校有什么 有利资源可以让你利用 去更多的了解学校 也是一个更多 就是说提供给自己 好的发展方向的 一个方法 因为我在来我们学校之前 我就是找了很多 我们学校所对应的 这样一些资源和优势 让我做出来判断 就是说哪一个对我来说 是更好的发展 另外讲我们学校 这里也是 FedEx联邦货运的中心 所以这个也算是我来这里 比较就是说 吸引力比较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有相对 垄断的资源 我也不用担心 我会特别找不到工作 或者说是就会发生 找不到实际的情况 因为我知道这里有公司 而且学校资源比较垄断 所以说 大家也可以进 就无论在工作的地方 还是说在任何的团体里面 去扬长弊短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全校一共100多个国际生 15个中国人 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 有更高自我要求 不断挑战自我 和走出舒适圈的一个过程 很多人会好奇 就是说 你这样就是不会觉得 没有人听 就是怎么说 就是会不适应 或者说很难融入啊之类的 其实自己感觉是这样吧 也是我自己走出舒适圈的第一步 因为之前也没有说 在这样环境待过 我也不是说在美高出来的 我是直接从国内 就直接考到了国外的大选 而且还是这种非常村的 没有中国人的大选 但是我觉得 反而给了我更多的机会 去挑战自己和做自己 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吧 这当然中间也包括了很多 新事物啊 还有新挑战 还有人际关系 但是我觉得每一步 都是对自己的一个历练吧 走出舒适圈 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一步 因为我们确实是需要 不断挑战自己 然后才会知道自己的能力和上限在哪里 然后这个方式 这个也是可以一直去 不断打破 不断往上冲的 提前毕业 因为我 我是从 我上了大学之后 当时就是决定了 我要三年毕业 也是了解到 然后到学校之后 了解到情况 就是我们学校有很多的这种 Curray Fair这种招聘会 还有这种 然后就是我了解到 我们学校很多资源 就是只开放给大三大四 尤其是像我们学校的实习资源 实习资源 大部分人都会很想要 在毕业之前拿到很好的实习 尤其是学校这种 有内接通道的这种 我们叫Academic Internship 它是学校的一个专门的项目 然后很多人都会去抢 尤其是大四 它安排实习的顺序 一般都是大四 大三 大二 大一 所以说如果我 所以说如果我进去的话 我要等两年 至少两年可能才能接触到学校的这些资源和机会 所以当时改了之后 我相当于是直接跳了一整年 去跟我上一届的人拼 然后和他们同时去抢这些资源 我觉得对我来说 对于我这种非常靠 人脉资源和networking来做事情的人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自己来说 我扬长必短的方面就是我的擅长的点是 我擅长去搜集资源 擅长networking 擅长去通过人脉去达到很多的目的 而不是就是说 因为我自己的 纯的计算机史力 其实没有那么强 我就像我携带码的能力 可能在我们全系里面 排中上码 但是一定不是最上上的那种 非常厉害的程序 但是我还是能拿到我们 今年CS的 就是唯一的一个CS研究项目的一个奖 也是就是说 这个我后面会稍微讲一下 然后也是比较相关的 剩下其实是一些时间规划 职场动向和话语权的问题 话语权其实跟资源是一个事情 时间规划和职场动向 它更相当于是我自己给自己加了一层压力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会选择 更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 然后呢更加关注职场的动向 以便随时采取行动 如果 然后但是这个就是 它一定不是说对所有人都好的 你可以分 根据你自己的所在学校的情况 和所在环境的情况 你可以 因为我提前毕业 也算是一种发挥我们学校优势 减少弊端这种情况吧 因为我们学校毕竟没有人知道 它可能在很多 我非常看重学校民生的大公司里面 就不是那么的有利 但是我只要在学校的时候 抓住了学校能给我的一切资源和机会 我觉得都还是 就是这就是已经是 我能做 我能想到能够最大利用学校资源的这样一个方式 然后到了乱七八糟毫不相干的活动时刻了 就我这脸特别特别显 就是除了每天写代码之外 还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在学校的话 Women in Computing可能是最跟我相关的一个 最跟计算机相关的一个吧 就是我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 对CS感兴趣的所有的 在校生的这样一个社团 然后我在里面是副主席 剩下的话就有Rose Diplomat 相当于说我就学给学校做些什么导览啊 学校导游 大概类似于这样的工作吧 然后Rose Theater Guild是 我很感兴趣戏剧 然后所以我参加了很多 不论是演出也好 还是做Stachment这种 舞台管理 还是做道具 还有导演 我其实都有参与过 我对整体的就是戏剧这方面都非常的感兴趣 我还在学校的管弦乐团 和学校的这个 竖琴演奏团 就是我跟其他的竖琴手合奏 我的 我的俯修是音乐 所以我的专项 然后我的专项专攻的乐器是竖琴 所以我也是我们管弦乐团的 唯一一个竖琴手 对 剩下的话 都是一些我以前参加过 但是现在没有在的 就是一些因为时间原因 或者说因为自己的优先啊 这些乱七八糟的原因 所以我虽然参加过 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去再做了 我参加过舞蹈社 亚洲文化社团 划船 对 我在里面是 就是我们是这种很长条的船 然后我是那个喊口号的那个人 但是我们也会平常经常做划船训练之类的 以前还做杂技 我大一一整年都在玩杂技 超级好玩 然后同时我还参加过很多的志愿者活动 我在Grisley's Mentoring Program 它是一个美国NBA灰熊队的一个项目 它是 我是在那里教小朋友们 做一些戏剧啊 相关的 The Bridge 是我们学校和我们当地的这样一份报纸 这个报纸的话 它是 我在里面帮他们平常拍拍照 然后写些文章这样子 他们是通过 我们写出来这些报纸 然后交给流浪者们 去卖以换取生活收入 这样子一个公益组织 Binver是我参与的另外一个 线上心理辅导社团的互助小组 在那里就是 我们去倾听别人的故事 然后作为他们的聆听者 这样一个任务 我觉得 我参加了大概一年多吧 老土是一个最早发起于 在汶川地震之后 同时有一个环境保护和这种 就是文化 文化再一步开发这样子一个 非常好的公益组织 然后我自从高中毕业以后 就一直在那边做一些线上的工作 从媒体啊 广告外联 一直最近还在 最近新学了一下音频剪辑 帮他们做一些电台 包括还有写文章 还有就是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都有在帮他们做过 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一个地方和一群小伙伴吧 剩下的话 我下来要讲些 一般别人会听起来 就是一听到我做过这件事情 他们会觉得 哇 超级厉害的那种title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些事情 都是怎么跟我之前讲的 所有乱七八糟的事情 就是串起来的 纽约我在纽约时报去年 联名刊登过一篇文章 然后我是一个创业公司的合伙人 然后我去年拿到七大世界五百强的企业的内推 然后我曾经在受邀在学校各类活动上做竖琴的演出 这些所有的事情 这些所有的事情听起来好像都还蛮厉害的 但是比如说第一个 我是怎么莫名其妙的有了一个在纽约时报上 写我的名字的文章是因为我之前提到的那个老土 就是我在那个在老土之前最早的最早 这条线的最早是因为我去 我在一个咨询中线的一个组织 然后呢我有一个导师 被分到了一个导师 那个导师跟我关系很好 有一天我看到了老土的志愿者招募 还有他们的一些活动 然后我就非常感兴趣 我就跟我的导师说 我想去那个我想去这个组织 然后那个导师他就非常惊奇地看着我说 你怎么知道我认识他的那个创始人 我说我不知道啊 然后呢于是他就把我 相当于把我推荐过去了 然后我就开始在老土里面 在老土帮他们做了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 就比如说从做外联 帮他们去联系各种的媒体 或者说接受采访的一些非常厉害的同学 或者说一些行业里面的人 又或者说去帮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 做一些翻译整理 或者说编辑媒体发抖音 就是各种各样的工作 我也都是在做志愿者的时候做过 最近还在老土就是说学了一些音频编辑剪辑的一些工作 我觉得虽然都是很多小事 但是我其实还莫名其妙的就是 也不是说莫名其妙 就是说通过这些小事情 但还是能学到很多很多不同方面的东西的 可能是我在学校就在这里做着上课 是没有办法学到的一些东西 在老土做志愿者 然后他们就说需要有人去帮忙写这样一篇文章 我当时反正没事 我就去说我有空来帮忙写这样一篇文章和翻译 然后我就去和其他几个生活伴一起去写了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突然就跟我讲说 你知道吗 我们的那个文章登上了纽约时报 然后现在已经发了 我当时整个人就是懵的 就是我说怎么 我去随便就是抽空帮忙翻译写了一篇文章 怎么就上纽约时报了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就是我没有很目的性的去做一件事情 但是他反而给了我很好的结果 就是机会真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来你手上了就砸头上了 我也没意识到 第二个创业公司的合伙人 他也是一个比较小的契机 就是我去参加了一个徒步活动 当时只是因为就是说想锻炼一下自己 所以就去参加了一个徒步活动 当时我们带队的这个 带队的这位老师 他是认识我在实习公司的一些就是那些全职和老板们 所以他就我们就聊了很多 他当时就知道说听我实习公司的人帮我就是给他推进过 就是说这个小姑娘她不错 然后她工作做的也比较好 然后她也比较认真努力 然后她就说她自己在做一个创业公司 然后希望就是说 问我愿不愿意 就是说帮她做一些活 然后我当时就很快答应了 我就跟她说谢谢她的信任 如果她有什么需要帮忙做 她可以随时找我 然后后来就找我就是说做了一些小活 做小活就是一个一个小活这样接着过了一段时间吧 她就给我找我说 你愿不愿意就是说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合伙人 因为就是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 我觉得我们可以相信你 你是非常可靠的一个成员 大概就是这个他就听起来虽然很大 但是他其实就是一些这样莫名其妙的小事情堆起来的 然后企业内推是 就是怎么不要脸的 在招聘会上疯狂的跟大家混脸熟的一个这样一个故事 比如说FedEx 今年我是拿到了 虽然被取消了 但是我拿到了联邦火运的数据分析提升的这样一个职位邀请 那个招聘我的那个人吧 我的学校 向他五次至少 他就是在第二次以后就是已经认得我了 然后我们俩每次就从我第一次我就很积极的跟他推销我自己 然后就跟他聊了很多 然后到第二次见面我就跟他说 哎我上次见到过你了 然后我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就想起来我了 然后我们又聊了很多 所以其实怎么说 我觉得跟大家混脸熟 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像我们这种小地方 我就是真的 就大家可能就是相互认识 谁把你拖一把你可能就进去了 最后一个 受邀在学校和各位 就是演出竖琴活动 我真的觉得 我运气真的是太好了 我每次去做竖琴演出 都能碰到实习机会 我第一次去 去被学校请竖琴演出的时候 就见了我当时要申请实习的那个公司负责的老板 所以相当于是我在没面试之前 先给他留了非常好的第一印象 我也觉得是后来可能为什么被录了一个 就是一个预备环节吧 当然后来也发现就是跟我关系很好的那个 career service的就是职场 咨询处的那个老师 是他的老婆 对 所以就真的是运气非常好 后来第二次去竖琴演出的时候 是学校的一个 邀请了很多毕业生的一个活动 然后那次有一个小姐姐在我演出完之后 跟我搭讪就说 嘿 那个你的竖琴真的长吵好听 然后他就问我你是学什么的 我说我是学CS的 他说哇真的呀 然后他说我老公也是学CS的 他就把他老公介绍给我 然后我就 然后他老公就跟我说 你感兴趣CS的话 以后想做相关的工作的话 我可以内推你 然后呢 他是在隔壁纳书罗的一个科技公司的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嗯 就是景理上线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 虽然真的没有特别刻意的去做 任何非常有大目的性的事情 但是小事情真的会莫名其妙 就是拼凑起来 最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然后 入学两年 我从入学两年到现在的话 我拿到了我们学校 除了他本身给我入学奖学金以外 我拿到了其他四个单独项目奖学金 最近就是总计有一万美金 其中有一个是戏剧奖学金 一个音乐奖学金 一个艺术奖学金 和一个CS的研究奖学金 和大一下拿到学校一般给大四的实习机会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 不要拖延 是这样子 大家如果都是在跟CS相关的领域的话 大家就知道 程序员能有多拖 不仅是程序员 大家都知道大部分的人能有多拖 但是如果你是那个不拖延的人的话 你就能成为 就是周围的人拖延的比例 和你成功的比例 是成正比的 虽然这么说的也不好 但是我真的相信这件事情 我当时大一拿到给大四 CS大四实习的机会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个所有的实习申请 都是有deadline的嘛 我很早 我可能提前一个多月就申请了 但是大部分CS学生可能拖到最后两天 还忘掉申请 这就给了我非常大的机会 去跟他们抢 就是你说你连申请都没交的话 就是谁跟谁比呢 对不对 第二个奖学金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也是算是抓住了 疫情的一点点小优势吧 就是因为疫情这件事情 把大家搅得很乱 很多人就是没有功夫去申请奖学金 或者是想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 但是我然后又有很 这些东西又有很严的这个deadline 像我的话 我就是非常快速非常迅速的 就是马上找我的导师说 哎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就是做这个项目 怎么怎么样 然后从学校捞钱 没有 对所以就是抓住deadline 不要就是不要拖延 真的是我觉得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情 只要不拖延什么都好说 Fake it Don't make it 就是你可以不用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但是你一定要学会推销自己 比如说像我现在这样子 我虽然自己的CS一点都不牛逼 但是我可以假装自己稍微会一点点东西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 很多人的误区就是我只要实力够强 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 虽然是实话 但是你同时也一定要记得要推销自己 就是别人都不知道你有多强的话 就是就没有办法 就是说发现你的闪光点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 就是Fake it太久了 对对对 然后最后总结的话就是 不要拖延 第二个就是脚踏实地的做事情 积极努力的整起机会 机会都是你的 根本没有人拦着你 以前老觉得就是我要去干嘛 肯定有很多人都想做我的绊脚事 后来发现根本就没有人在办你 最后一个好运都在前面等着你 我觉得运气它加成非常大 它也是能力的一部分 只要你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好运是一定会到你的头上的 就是砸到你的头上 对就是这种 然后我的领音在这里了 大家可以去搜索 欢迎大家在领音联系我 然后也是 我又给自己找connection的一个理由 对希望大佬们都来connect我一下 谢谢大家 有领音就有微信 然后呢 对就如果大家想感兴趣跟我交流更多的话 也欢迎在领音联系我 然后呢 也后面 如果你在Google Developer Group 西安的社区的话 然后你也可以在群里面找到我 大家来 大家来问 问问题 对 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一个同学问是 你如何在计算器和竖情之间平衡自己的时间 我也不用平衡什么时间 平衡时间是在什么情况 平衡时间是在时间很紧凑 或者时间不够用的时候 你会去需要平衡的 但比如说我有十份时间 我拿五份来学计算机 我拿两份出来学竖情 我可能还有三份的空余 那么我其实没有平衡这个概念在里面的 如果我说我只有五份的时间 我还想要给计算机五份 给竖情两份 那么可能这个时候我就要做一个取舍和平衡 对是这样一个关系 只要不拖延 时间多的是 真的是 如何不拖延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 你怎么看待拖延这件事情 比如说你拖延的目的是什么 你拖延的目的是把作业和东西 留到最后一刻再做完 还是说你做完之后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是一个客余生活 感觉比计算机丰富要多的人 更何况我还是一个真的是实锤艺术生 就大家看看我的简历就知道 我艺术生就是艺术的这个方面 其实是比我CS的要看起来稍微fancy 就是华丽那么一点点的 其实也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些东西 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在上面 所以可能他们对我来说 就是我不拖延的重点 我非常喜欢看剧 非常喜欢咸语 那么我需要完成我所有的事情 才能去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这个时候我就不会拖延 如果我把一个三小时的作业 拖到十小时才做完的话 那我本来七个小时用来看 二十几句的时间就被我白白浪费了 何必呢 所以我当然不会这样子做了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以玩为目的 以咸鱼为目的 去做所有的事情 这样子的话 你会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好 我觉得这是我的secret 同学这个有救 同学这个有救 大家不要放弃 对 音乐和计算机 我本来就是分开来 就是把它们分得很开 最开始定的时候 我就把它们分得很开的 因为我学计算机 如果大家有看到公众推文的话 就是大家感兴趣 可以回去看一下 我在公众号上写的一些东西 就是关于我如何去学计算机的 我学计算机的目的 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就是说去 非常功利 因为它实用性很强 它工作机会多 它赚的钱多 但是我学音乐呢 是因为 好吧 说起来也收了钱 我真的是有点惭愧 说到底来这个学校 就收了骗钱 学音乐是因为我们学校 会给艺术奖刑 就是音乐奖学金 就是如果你是音乐辅修的话 它会给你两千刀 让你专门去学乐 相当于是 我在学校免费学书请 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为什么不能 能白嫖学校钱 为什么不能 所以正好也是自己喜欢的方向 所以就去了 就不是说 不是说我非要学跨学科特别大的 对 可能就只是因为大家都能白嫖钱吧 对 对 但是没有问题的话 今天大概就分享到这里 非常高兴的跟大家 就是在一起聊天 然后各种咸鱼鸡汤 对 希望大家听得还开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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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